原标题 小人携上海女婿 小公主一拉 和搞怪前男友一起 趁着欢快的节日气氛 向观众送上祝福彪汉的战斗民族 遇上可爱的圣诞涂鸦 网友们都觉得 岳父看起来萌萌的 战斗民族岳父圣诞鸟变可爱 封中国女婿父辈受敌 都俊满在最新发光的圣诞修战版海报中 岳父大人一家被画上 节日涂鸦在小熊 江柄人 圣诞树等元素的衬托下温馨一出 但仔细观察 却可以发现温馨的氛围底下 却暗含汹涌了绝力 被画上白骨子的岳父嘴唇微微上翘 下手臂却用力夹着中国女婿的头 被岳父缠着脖子的女婿眉头紧皱 仿佛察觉到自己女朋友的前度 在背后虎视眈眈从中作梗 只有嘴上脚低小公主 一拉仿佛被蒙在鼓里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四人组合起来的场面 非常多居网友知乎 感觉这是战斗民族版最后的晚餐 上海女婿远赴异国 勇敢追爱俄罗斯历险纪念 极度爆棚 这部由豆瓣九点一高分神剧 战斗民族养成绩 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电影 作为春节前最后一部喜剧爱情大片 自开拍以来 就备受关注影片 讲述了一段上海小伙蓬蓬 为了追求真爱远赴俄罗斯 攻略彪悍岳父大人的一波奇遇 他将面对福特加酒局 东酒 射杀狗熊等一系列 令人大开眼界的考验 堪称一部中俄版拜见岳父大人 幽默风趣的情节 配合大家从未在影院看过的 俄罗斯特色风情列奇度爆棚 有影秘就风趣流延岛 可以在家门口体验俄罗斯一日游浪 万年单身狗 必须要去支持一下俄罗斯小姐姐 顺便学习一下提亲攻略爱情喜剧电影 战斗民族养成绩 即将于1月18日全国上映 敬请期待 蓬蓬贴心爱顾俄罗斯女友战斗民族岳父 彪悍开枪上海女婿 拜见俄罗斯岳父都去时 足温馨的俄士节日宴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